今天要教的这个东西呢 是各位在普化的时候就学过的东西 就是Simple Bounding Bounding的部分我们讲过 过去一个月所教的东西是Molecular Orbital 但是我们在这个介绍的时候呢 主要是Molecular Orbital 主要是在两个原子之间形成的Valence Bound Valence Bound跟共架件的Molecular Orbital 是相辅相成的 Valence Bound Theory所用的东西主要是用 Louis Structure去判断分子的结构 各位在普化学过 然后学过分子轨域以后 我们常常拿来跟Louis Structure做比较 那现在各位要在 我现在倒过来做的原因是因为 各位已经学过原子结构 也学过了分子轨域 而不是学过了这个Louis Structure 那我们先讲分子轨域的部分 它是复杂的 那各位了解了它怎么样去描述一个分子的复杂的轨域以后 再回头回忆一下我们这些简单的理论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它的好处在哪里 它是方便的 坏处是在哪里 它有一些像痒的磁性 还有一些间接的真实的状态 或者用共振去描述的 都不如MO描述的清楚 但是我们仍旧会使用Valence Bound Theory 原因是因为我们可以在纸上 随便画一个结构 就可以了解它的化性是打在哪一个原子上 所以这种技术是各位在化学系里面学到了以后 比别的非化学系而言 能够具有的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 原因是因为 所有人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 它很少人是用分子去看的 到分子阶层去看 它的间接化性是怎么看的呢 用Louis Structure Former Charge就可以看得出来 OK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要回忆的这个部分 是普化里面讲间接的部分 其中最开始的部分呢 是讲Octet Rule 那Octet Rule是指 每一个原子有 一个S轨域 三个P轨域 加起来八个电子 然后满足八个电子以后呢 它的外围电子的阻态 是一个钝器 钝器的阻态 钝器是一个稳定的电子阻态 所以它就不会再做任何反应 这样的话就会使得这个分子呢 成像稳定的状态 但是在原子序 架电子处少于4的部分 大概都会产生一些 不满足八域体的现象 不满足八域体的现象 尤其是在钦 它的电子数 不是满足八域体的 那P呢 是两个电子 钦呢 各有一个电子 形成的这个间接 我们描述的时候 不能满足八域体 因为钦是比较少的 满足八域体的 譬如说是 每一个原子周围的电子数 在碳而言是四个间接 有八个电子 每一个间接是两个电子 这边是Lone Pair两个 总共四个Lone Pair 加上四个Bunding 这四个Bunding里面 有两个电子来自于它 另外两个电子来自于碳 那这个地方也是符合 Arctet的条件 那不合的 不合的是超出 八个电子的 这个时候就会用到低轨域 比较出名的例子是 SF6 像S 它的周围 有六个间接 二六十二 它有十二个电子 超出了八个电子 那像这样子的描述的方式 是我们称之为 ExtendArctRue 用到的是 S轨域里面 抱歉 流延子 它里面的低轨域 好 那要做这些讨论之前呢 我们先复习一下Louis Structure 是怎么样去画的 它的条件是 每一个原子 都要满足八语体 那么 另外就是这两个 然后这些例外的 考虑的方式呢 就是 如果有 超出这个八个电子呢 我们就 用低轨域 去把它混成 然后变成它比较 可以形成间接的这个轨域 那要做这个 八语体的 满足 Louis Structure的这个做法呢 这个Louis Structure 必须要有一些条件 那么在我们当初画出 像这样子的一个 Louis Structure的时候 你要考量什么呢 在普画课本上面呢 有做的方法的是 TotalOctin 这个做法 和我们的Valance Count的Method不一样 还有直觉法 大家比较熟悉的呢 是Valance Count的这个方法 那么以后 我们就讲 Valance Count的这个方法 那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给各位看一下 那么也许 请几位同学上来 熟悉一下 我们复习一下 我们当初的 Louis Structure 是怎么样画的 我们给几个例子 像这样子的一个 因理子 先要画出它的骨架来 然后整个架数是-2 写在这里 然后把电子数放上去 这一个间接 就代表两个电子 那么 TotalOctin Count的方式呢 是指说 我们有每一个 每一个原子 都有八个电子 我这里有 一二三四 四个原子 所以我应该要满足的是 有四八三十二个电子 再加上两个电子 是来自于外面的电荷的 所以我总共的电子数 应该是四八三十二 三十四个电子 可是我真的有这么多电子吗 我的架电子数 在这个地方碳是四个 这边是六个 所以呢 Valance Electron呢 是四加六三十八 二十二个 那为什么会不同呢 就是因为 中间有一些电子 是重复算的 我算氧的时候呢 我把这两个算进去 我算碳的时候 最后把这两个算进去 所以重复算的地方 是间接数 因此我 34减22 得到的是 十二个电子 十二个电子 就是六个间接 六个间接 就得画 六个 这样子的话 就不对了 然后我们的电子数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个不对 哪里不对 我再举另外一个 这个地方有问题 有问题 我再举另外一个 例子看看 I三负 I三负的话是 total电子数的话是 八个电子 总共三个原子 加上一个电子 这样会得到 二十五个电子 三八二十四 二十五个电子 Valence electron有几个 七三二十一个 减掉以后是 剩四个电子 这是两个间接 两个间接 就画在这个地方 两个间接 然后把电子数 补起来 全部变八鱼体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然后这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这样子的算法 Code election count 会不对的原因 是因为它的 点这个部分 有hyper valence的现象 也就是它会用到低轨域 我们用valence electron count 来check的时候 就会发现它有不同 valence electron count的方式是 算七个电子 乘以三个 二十一个valence electron 然后 减去间接 二四一个elektron 还有再加 一个elektron 是 那个架数上面的电子 然后减掉 件数四的话 二十二减四 是 十八电子 十八电子呢 就是有几个long pair呢 九个long pair 除以二个电子 那九个long pair呢 就把它全部平均 在这个地方 九个 先从外围的电子放 一二三四五六 一二三四五六 六 三对 六对电子 还有三对电子 一二三四五六 这样子 算出来是用valence count的方法 不同于 total electron count的方式 valence count的方式呢 它是有考虑到 hyper conjugation的意思 也就是说 它有考虑到说 电子如果说有 不是八语体的时候 就可以 仍旧算得出来 刚才的例子里面 有牵涉到这个 hyper conjugation 也就是说 不是八语体的状态 八语体不用加 对不起 难怪错在这里 八语体就是说 它全部都已经满足了 它总共圈起来 是有八个 所以这边不用加 不用加是几个 也是三十二个 三十二减教是十个 那还是一样不够啊 对不对 哦对哦 我没有剪掉 难怪做不出来 太好了 郑健好 谢谢你 十个垫子里面呢 好 我们再重复讲一遍 刚才在这个地方 没有做出来的原因 是因为我 total electron的部分呢 我把这个又多加了一遍 total electron count的方式 它的原则是 每一个原子 它都有八个电子 所以这边全部做完了以后 已经包含了 那两个电子在里头 所以这已经是总数了 这个总数去减掉了 valence electron以后 再减掉它的架数 才是它的间接数 bonding 四个键 哦 ok 好 这样才对 算错 太好了 四个键 画出三个键以后 另外有一个键 就放在任何一个地方 那这个等一下 我们要讲的是 共振 这个议题 在root structure之后再讲 所以我们先 解决一下 那刚才我用那个 total electron算的方式 算错了 现在这个方式才对 算出来是四个间接 那我如果用valence electron来算的话 valence electron算的方法是 638加4是22个电子 然后它外面还有两个架电子 所以它是24个架电子 去掉原来要画的这个间接的间接 三个间接是6个电子 18个电子 18个电子是9个long pair 9个long pair是 123456 9个每一个都刚好 可以这样子画出来的 就是它的共振式结构 但是 这样子的话 碳123456 它是不够的 所以 把它共振下来 变成 双键 然后这个就是它的 lewis structure 这个画法是用valence bound valence method 注意到valence method不同的地方是 它把 架电子数全部算出来以后 减掉间接数 以后再去做重新安排 这个地方是 全部用电子数把它算出来以后 减掉你的valence electron 它的原则是 这些共用的间接呢 就会出来 说有总共几个件 那这个方法和这个方法呢 各有其利弊 但是这个方法 total electron 一开始条件就是 每一个原子是八个电子 这件事情 在流或者是其他有低轨率的地方 是不正确的 譬如说我们这边 这个地方就没办法做正确 因为它完全是以八个电子为算 可是这个地方呢 我们做出来的 这个点 这个地方是 一二三四五 总共十个电子 所以第一种算法 total octet count这个部分呢 仅限于 octet rule 合乎 octet rule的这种算法 balance count这种方法呢 是比较能够充分的 考虑进去这个 extended octet rule的做法 所以简单讲呢 就是各位以后就尽量 尽量用这种 balance count的方法 一见到structure的时候 全部 把骨架把它画出来 先不管它的间接数有多少 先算出balance electron 然后再加上charge 再加上charge 然后再减去 减去间接电子 然后分配 long pair 由y为原子 先 ok 好 刚刚这个部分 有没有混淆到各位 现在会不会算 好我们 请 我那个原则 坏在右边 然后照样放着 请几位同学来做一下 好我们先请 两位同学上来做一下 原则上就是 先算一下 它的 election count 好 看右边的原则 第一个算出来 第一个算出来 写出它的原子骨架 然后算出所有的totalvalence electron 我再重复一遍 算出valence electron是多少 在那边 照刚刚才的算法 全部的valence electron xenon是八个 然后floor是七个 这个架电子的数字 就是从周期表上面 它的位置 看出来的 然后 全部加起来36 减掉了四条件 以后28个 28有14个long pair 14个long pair 从外界开始放 三四十二个 放完了以后 剩下两对 这两对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 可以 然后接下去 能问的东西呢 是formal charge 是什么 然后它的 molecular geometry 这个部分是VSEPR 理论所遇到 所要介绍的 那我们等一下 会继续介绍 好 那 这样子的 结构 是正确的 而且它是一个平面的结构 电子 long pair 是在它的上下 那 我们来安排一下 long pair 上下的地方 这边long pair 之所以能够在上下的原因 是因为任何在 Sys的位置 它们都会有排斥的力量 那我们要再决定一下 long pair 在哪里的时候呢 我们会用 Louis structure 出来以后 看它有几个电子队 然后考虑几个因素 像在这个地方的 这个structure 看起来 是两个long pair 这两个long pair 到底是在轴向位置 还在equatorial的位置呢 课本上的例子 是告诉我们说 它还有另外的 可能 如果我们单独来考虑 long pair的这个 角度来看的话 long pair 跟long pair的 repulsion 是很大的 因为long pair 本身 不像bonding pair 被它抓得紧一点 它的排斥力 比较大 那这个看起来 是比较favor的 可是实际上 它的结构呢 是这个正确的结构 那这个结构呢 是因为它有 90度的long pair 对long pair long pair 对long pair的 repulsion repulsion 是次力 这个 因为这个次力很大 所以这个我们不考虑 那这个180度 当然很好 但是这120度 也不错 但是我们在考虑到 这个地方的long pair 跟favor 有排斥 而这个地方的long pair呢 它跟favor 只有两个排斥 另外一个呢 比较远一点 我们只考虑 long pair的时候 是考虑它 但是我们要知道 排斥力不只有long pair 跟long pair有 long pair跟atom 也会有排斥 那原子跟原子之间的排斥要 除非是group atom group atoms之间 像CH3 CF3 Phenol 或者更大的group 它们之间也会有排斥力 OK 这些排斥就要考虑 我们通常都会把比较大的原子团 放在equatorial的位置 那 那equatorial的位置 会有哪一些东西放在上面呢 嗯 感谢观看 在Long pair跟Long pair的排斥力来讲的话 我们会比较favor这样子的一个排列方式 它们放在赤道面的时候 它的排列方式是比较适合的 因为排斥力是比较小一点的 那整体的考量来讲的话 这个虽然考虑到Long pair跟Long pair的排斥力 但是它的Long pair跟Floride的排斥却非常的多 底下也一样有六个 所以这个会比较favor 第二是因为每一个Long pair它只有对两个有90度 其他的是120度 那Long pair离开120度已经够远了 所以考虑的结果是 这个结构是胜出 那我们通常考虑赤道面的时候 是因为Long pair比较大 它们会排挤 另外一个考虑的是double bound 譬如说 这个角度 理想的角度应该是120度 但是这边的角度呢 因为拍电子本身也有一个比较宽广的一个电子云密度 这个宽广的电子云密度会做排挤的现象 所以它就会使得这两个的角度会变比较小一点 拍电子的 如果Long pair是在的话 譬如说是课本上面有几个例子 我们翻一下 第56页 双件的部分呢 在构型上面是比较适合放在equatorial的位置赤道面 我们刚刚讲的是Long pair 这个现在讲的是有double bound的地方 或者是有multiple bound的地方 会尽量放在赤道面 而不是轴上的面 原因是因为它们的电子云会比较大一点 那我们还没有定义什么叫做电幅度 但是各位学过 电幅度是一个间接里面某个原子抢电子的能力 各位如果跟别人一起睡觉过 就发现到两个人同盖一个被子的时候 到冬天大家都会抢被子 OK 然后fluoride 和hydrogen比较容易抢电子的是fluoride 所以呢最后的结果是被子都在fluoride身上 这种抢电子很强的能力就是electron activity 那electron activity如果是比较小的话呢 就表示它比较不会抢到电子 不会抢到电子的话呢 任何一个电子云呢 就会是在这个部分 而不会是在这个部分 这个是比较小 electron activity比较小的话 这个部分就会比较小 所以这个间接电子呢 这边就会比较胖 这边如果比较胖的话 你就会发现到这边的排斥力就会比较大 因此它就比较希望放在equatorial的位置 所以总结来讲 所有排列 所有的分子考虑到它的几何构型的时候 要先考虑它的long pair是不是都放在equatorial 接着考虑如果有double bond的话 double bond可以放在equatorial 如果都没有的话 它有electron activity的比较 不论是浮或者是氯 在比较的时候浮与氯 如果是浮跟氯在抢的时候 这个中心原子的电子云在这个地方 大部分被浮抢走 所以在这个地方的周围呢 就比较宽广一点 但是这个氯的它抢的比较少 电子云比较多在这里 它比较容易产生排斥 所以这个呢就会是在equatorial的位置 那这样子的例子呢 在课本上面有几个 我们看一下 像这样子的排列 都是以这个电幅度的大小来做决定的 那我们在决定一个Lewis structure 是否稳定的时候 有好几个因素 龙佩尔摆在哪里是一个因素 要确定一下Lewis structure 这个判定它哪一个Lewis structure 是比较可靠的 它第一个要考虑到的是 formal charge formal charge里面呢 第一个是 charge也要小 同样的structure 你可能算出来有不同的formal charge 这些charge有可能是零 有可能是负二振二 它们加起来都是一样的价数 都是零 可是charge比较小的零 是比较favor的 好我们来看 什么叫formal charge 我们先定义一下 formal charge 是等于valence的electron 减去unsharedelectron 减去间谍数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这个架数的这个算法 大家都知道这个地方是带一个负二价 但是负二价在谁身上呢 如果以碳来讲的话 碳是四个价电子 四个valence electron 再减去间接数是四个 它又没有long pair 再减去四个bonding electron 它就是零 所以它的formal charge呢 是零 写一个零括号 在这个地方也是一个零 一二三四五六 那这个地方是一二三四五 不对 价电子数是六个价电子 减去一二三四四个long pair 然后再减去一个间接 六减四 等于 六减一二三四 六减四 哦不对 这里少写一个 所以它是六个electron 六个long pair electron 这边也是一样 刚刚没有画完 减去六个long pair 再减去一个是负一 所以这个地方的架数是负一 这边也是负一 这就是它的formal charge 当然我们也可以像刚才一样的 把它的架数 写成这样子 然后这个是不合八语体的情形 这边都是零架零架零架 这个地方是负二架 这个是一个不合理的结构 因为在电幅度 比较高的原子 应该带有负的charge 而不是电幅度比较低的原子 带有charge 所以formal charge考虑的地方 还有的就是 字有点小的 好吧 好 formal charge可以帮助我们判断 一个structure 是不是比较稳定 同时也可以去判定 我们的risk 共振结构 哪一个比较稳定 那我们今天所介绍的东西是 Lewis structure的画法 用valence count方式 第二个是算formal charge的这个方式 接下去要介绍的是 共振式 哪一个比较稳定 那共振式比较稳定的这个部分 课本上没有特别的强调 他只有讲说 Lewis structure里面呢 要考虑到说 放赤道面 使这三个东西比较能够决定 哪一个分子是比较稳定的 那这样的内容 差不多就是这个章节的一半 那我们下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呢 会把课本的案例跟课外的案例 做一个统整 然后请各位同学 把这几个已经学过的东西 复习一下它的定义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再探讨多一点的习题 跟这个例题 这部分的考题在 那个研究所考题里面 算是一个重点 尤其是化学见解这个部分 是关系到 你是否了解到分子的结构 分子的几何形状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会讲VSEPR 也去鉴定一下分子的这个形状 好 谢谢各位 下课